它来了它来了,它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NBA,作为世界篮球最高水平的电堂,是每一个对篮球有理想,有报复的人最想去的地方。 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天赋,几乎每一个都异于常人。这里有一个个让人铭记的夜晚,让人赞叹不已的大反转,让人屏息名神又疯狂庆祝的绝杀。这里也有无数令人惋惜的球员,他们因为伤病或者球队的发展或者交易的需求,使自己满身才能无法发挥。 这里同样也有很多不幸命逆袭的球员,他们绝大多数是黑人,出生在混乱不堪的社区,在接近平民窟的环境里长大,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 他们有些人的天赋,在NBA里也只是平平无奇,但是,他们依然作为球队最好的球员,在最高的舞台上发亮。 这其中,就有一位球员,他的名字,叫吉米巴特勒。巴特勒,出生于1988年,在休斯顿,一个破败的社区出生。 父亲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,就把他抛弃,什么都没有留下,只留下他的母亲,抚养他长大。 他的母亲,也并没有真正地,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。 在他13岁的时候,他把赶出了家门,告诉他,他不会再去抚养他,因为他长得太丑了,耽误自己找男朋友,让他赶紧走。 之后巴特勒就过上了,不停流浪的生活,幸好他当时,还有一些朋友,于是他就开始在,这个人家住一段时间,过几天,再到那个人的家住。 等他上高中的时候,他的能力,也终于得到,一定的展现,在篮球赛场上,他总是能做出突出的贡献,也让他认识了,他最重要的朋友之一莱斯利。 两个人一起参加,一段时间的比赛,同时也经常一起训练,互相挑战,这也使得两个人,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 莱斯利也慢慢了解了,巴特勒的情况,他开始邀请巴特勒,去他的家住。 刚开始莱斯利的母亲,只让巴特勒一次,只能待一两天。 因为他自己和前夫,有四个孩子,现在的老公,又带了三个孩子,家里的生活,确实不容易,如果吉米巴特勒,再住进来家里的生活,不太好过。 不过家里其他的孩子,非常喜欢巴特勒,这让莱斯利母亲的想法,产生了动摇。 最后他答应,让巴特勒住在家,但是他晚上十点钟之后,不能出去,不能把其他的孩子带坏。 他要做家务,并且学业上,努力学习。 终于,巴特勒有了,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。 巴特勒虽然在高中的篮球赛场上,有着不足的发挥,但是并没有很好的篮球名校,愿意要他。 球探报告上,球探对他的评价,也都是非常一番。 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,他也能只能选择并不出名的泰勒初级学略。 而后在大学第一年,他表现优异,被马奎特大学,也就是维德的母校要走。 在进入马奎特大学的第一年,他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,只是被当作一个防守攻兵用。 大二的时候,他开始大放异彩,帮助球队打入了NCAA的锦标赛。 在大学打了四年,选秀大会,被公牛要走,三十顺位,只是板凳席上的一个剔股。 第一个赛季每场,只上场三分钟,但是之后他的坚韧,非常吸引稀薄度。 他连续多场,打40分钟以上,并在季后赛主,防乐布朗。 2014年休赛季,他依旧刻苦地训练,他给自己找个房子,制定严密的计划。 早上7点到晚上7点,除了吃饭和午睡,就是在训练。 接下来的14-15赛季,他正式成为了球队的头牌。 他的得分全队最高,也在那年拿下了最快进步球员,然后最佳防守阵容。 全明星接踵而来,后来维德和龙多加盟公牛。 但是更衣式的矛盾,却逐渐激化,他被交易到森林郎。 在加入森林郎的,第一个赛季,他们终于时隔,多年闯入季后赛。 胜场比上赛季,多了16场。 但是依然,对球队的现状不满。 他不能接受威金斯,唐斯拥有如此好的天赋,却不努力。 矛盾开始越来越激化。 他提出了交易,管理层本来不想,将巴特勒换走。 因为他们曾经为了得到巴特勒,牺牲了很多。 但是球队与巴特勒的矛盾越来越激烈,也发生了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故事。 巴特勒带着球队的第三阵容,打爆了唐斯威金斯带领的球队一阵。 然后留下一句,你们太TM需要我了,没有我根本没法赢。 之后球队迫于无奈,把他交易到76人。 在进入76人的第一个赛季,他并没有打出好看的数据,因为球队的持球手过多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。